好 人人紅就會被惡整 對不對 文婉有被惡整過嗎 有啦 很多人長妳啊 真的 老師妳很紅嘛 我去拜拜 永遠那個師傅都跟我說 那頭髮被打得多大了 小人 太多了 你這四人 少人有夠多 真的 真的就這樣跟我講 所以我真的就是要 就要那個打小人 真的 OK 那他們怎麼整理 就是你每天要帶衣服去 然後只能一間 因為我們後台很小 然後他就把你的 那個我們裡面都有一個內襯 他就會把你拿一個掉 你就會露一個 你怎麼辦 或者露點 因為尤其有鏈子的話 趁電不能對 會露點 那個有時候縫那個亮亮 不是滿的嘛 他會有趁電 然後你就會 而且會變成一個是他的 一個是露得怎麼辦 就沒辦法上台 然後要不然就是 把你這個起跑 弄到那個扯到這邊來 那你沒辦法穿 包你開高插的嗎 對 開到腰 直接開到腰 你如果不可以穿嗎 你說那個勾子 全部都把你壓扁又整 反正怎麼樣都把你弄壞掉 這樣有人會這樣嗎 對 然後我就沒辦法上台 跟老闆講 我老闆沒辦法處理 因為那個後台也不可以 整個監視器 監視器 如果北京路找我 像我就去北京 然後老闆說樓上樓下不要挖腳 叫我亂動去說 老闆就跟 樓下老闆說 你老闆就暫時那個 我就生氣 所以就想說 剛好那時候是我結婚的對象 人家介紹的 就知道我突然去結婚算了 又剛才遇到我那個結婚的對象 他媽媽又剛才往生 我們台灣 我們一百天來不結婚 要等三年 那很多的瓶頸就是 我想 就是臨時嘛 就也沒辦法思考 就結婚了 對 就結婚了 就結婚了 結婚有幸福嗎 墳墓 墳墓怎麼說 因為一般結婚是說 他當條件 我就跟 我小時候沒想要結婚 我說我 我媽跟我們爸爸 五個女婚 我跟我們這間妹妹說 你們一人去結婚 我就留在家裡就好了 我就覺得我是男孩子 因為小時候我們家境不好 看到我爸媽被人家講話 都是當空氣 所以我立志一下說 我就是要盡量 太多要讓家人 人家講話 人家講話 人家講話就有人聽了 所以我覺得說 我要在家裡 結果我沒辦法又要結婚了 可是我還要堅持一個原則 我就覺得就是要過處 你可以答應我 男生跟你一樣過處 結婚以後就是住在家 我不離開家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剛才生女生的 要帶我生 那帶我沒關係 第二的又帶我帶你生 他也可以復合 就這樣子就結婚了 結婚之後 更慘 就一年多後 差不多一年多 我就生了一個小孩 這生完 其實懷孕之後 我們的感情就已經都 已經都沒有了 就是等於是同床異夢 然後走路都是 怎麼才剛結婚 而且才剛懷孕 怎麼就沒感情了 一個他不負責任 沒賺錢拿回來 還把我的錢都差不多投資了 他做那個土地 買賣的 就跟他說 這裡的土地很難用的 越難用越好賺錢 投資多少錢就這樣 我不是覺得我的錢投資而已 我們這個也叫他 都偷偷下去 對他說 跟我們家人說 你投資這個一百萬 到是拿百五萬給你 就買那一家 結果他多麼惡劣 多麼渣你知道嗎 好的土地就是那種什麼 建築線的 好的土地都是他的名字 還有比較壞的就是我的名字 還有最壞的就是我們政府的名字 我們政府的名字就是陸地 陸地根本要是真相 沒有那個價錢 所以後面我們才知道 前面的時候他就又投賣了 賣賣的錢都看不看去 然後沒有錢就在輪胎 他就喝酒也要流 要在錢的時候 就喝酒也要流 如剛全家都激情不淋 如剛媽媽幾個邊都上醫院 你知道嗎 都是這樣 就是氣到就 淋到撞不住 就是昏倒就送醫院這樣子 然後弄到那個腳都 腳踝都差那個扁鑽你知道嗎 那個人 黑道的人要來追殺 我們家老的老 少的少 要怎麼樣 大家去陪你 那種生命陪你嘛 不可能嘛 要我告訴他說 還有 還有他就後來 他就都不負責任 我沒有錢 我就說 我剛好同事 以前同事 姐姐他們說 你出來唱 出來唱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我結婚 可是那時候我就很怕 結婚了以後就不能唱 那時候我就想結婚就是 就是一段衣服都被整了 就不想唱了嘛 那我就想說就安於家世 我也是咒於這種比較傳統的思維 結果要都沒有錢 沒有錢 我想說 一定叫我出來唱 可是他說我真的很胖 我胖我沒有觀眾 要啊 沒辦法 生活還是還是必須要養價 好 我就出去唱 出去唱 馬上半個月 我又恢復到以前的容積 他有錢 可是他每天還是會接我上下班 那接我上下班 他又說我是去土地 那我就說我沒有 他就是要討論嘛 我說我沒有 他說咒咒 咒咒就說 你問我沒有我就不怕 他說咒咒也咒咒 可是那種情侶可以 跟我們爸爸跟媽媽站在旁邊 在我們祖先祖先頭前 我就跪下去這樣咒咒 我媽說你不用這麼傻 咒咒輕輕輕咒也三分之多 我說媽沒關係 我沒有做這種事情 我不怕 可是當下我就想 我一跪下去發詛咒的時候 我們這回應就沒有了 我本來是為了小孩子 想保持一個完整的一個家庭 但是我就是 反正我就守護狂 沒關係 我一四人手冒狂沒關係 我的思維就是這樣 把小孩養大就好了 可是他這樣子的話 我下去 你跪下去你咒咒什麼 我咒咒說如果有怎樣 我就不得好死 你如果有客人就不得好死 對啊 我就沒有 我不怕 對啊 我跪下去之後 我就跟他講 就是離婚 再怎麼講都沒有用 我堅持 然後離婚 離婚的那個費用 離婚你跟我同意 他不同意也不行 他之前還寫悔過書 寫了很多 他就是如果沒人就寫悔過書 他怎麼不同意不行 如果以他這種個性 就耍賴啊 這是我的家 這是我的家 那不是他買的 對不對 你把他出去 對不對 你小孩子也沒有養 什麼都家庭 你根本沒有付錢 我在養你嘛 不可能 我是為了那個小孩 再忍氣吞聲 就是說保持一個完整的家庭 既然沒有這樣子 還要黑道的 你每天在那裡插 要拚了嗎 全這樣陪你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你付出什麼代價 付出他就要照進行過 跟他說要七十萬 七十萬 這是當時的財事 民伯離婚到現在不知道幾年了 因為小孩都已經三十歲了 度日如年了 對 差不多三十年前嘛 有啊 這樣很大 三十年前 七十萬不適合 對 其實不只那些錢 我跟我說我賣了 因為我打算我就是不要了 不要不付這個錢 民國大概八十三年左右 可是他就 人家是女孩子一哭一鬧 傷散掉就好 他每天都拿到外面 我媽媽說拿給他拿給他 我就想說媽媽這麼講 我不要讓媽媽再有精神的 上的壓力 我就蓋上去 七十萬你要唱多久的歌 紅包餐 那個時候是比較好賺到錢 一勺會賺多少 那個時候 現在沒有大概 有差不多三十萬 一勺會賺三十萬 紅包餐 有啦 可是 你也給我介紹一下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 你給我看一看 可是那時候 李志偉一定會捧場 可是那時候 會 不是進賺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要捧軟 不要讓生你 什麼什麼 紅白包 就要抱 要去帶領 也會有盤纏 就是會送他一些 你和什麼人捧囊 就是要觀眾啊 跟觀眾要怎麼捧囊 志偉如果給我捧囊 是志偉到了 他如果結婚 我也是要捧個紅包 變朋友啦 如果他會跟我生小孩 我也是還要捧紅包 你眼著肚 對啦 持續一直來聽你唱歌 對 互相的那種感情交流 大家有來有去 人也會感心 你也會感心 這樣也是一天收一萬幾塊 有時候有 好可怕 真的是 很好 手這樣黃糟菌這樣 這樣就三個 這麼好 黃糟菌唱了 唱完就已經一萬了 黃糟菌唱了一萬 你看你的開 越長對不對 對 一張兩張三張 你就會這樣 沒有什麼 那種紅包場 我一個人就去紅包店 那個老闆娘說 這裡有一個人拿去吃飯 我回來在盤上 還給你紅包 有時候人家去吃個飯回來 剛開始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很年輕 那邊還有熟女 以後變熟女的時候 請我去吃飯 也是一萬塊一萬塊給你 去吃飯就有一萬 對啊 你不要再掛一個圈圈 現在沒有了 掛一個圈圈 穩穩把我們勾成功 現在沒有很難 現在做業績 現在有時候都會 你排擠我 你小人 你小人 沒有 沒有你現在來 你企劃嗎 因為現在有時候都 阿婆要捨櫃 你跟客人家出去吃飯 人家會幫你消磨嗎 不會啦 你要自己懂得那個 保護自己 如何懂 對 因為你剛開始去 剛才說的時候 現在伯伯 手要穿出來 你就會自己那種防禦的 手要穿在哪裡 要幫你摸一下 有些不是每個都那麼差喔 大部分的人都很好 把你當妹妹這樣 就是當家人一樣 可是你知道男生嘛 他都是有好有敗 多少有一些 你很防禦性 要讓我知道要防禦性 這樣嗎 不然包包就拿了 像我現在都會習慣性 這個拿這樣 只有胸部 他只會消磨胸部 不然你陪伯放在這裡 大腿啊 子葉 他也會想伸進去大腿裡面喔 有些 就是你要注意嘛 你要注意 因為像哪個層面都有 那種不孝之徒嘛 你不能防禦說 哪個是怎麼樣 都是正人君子 但好的都是多的比較多 紅包廠 真的是很好 狄志偉越想去 有啦 我有去過 吃飯耶 沒有啦 紅包廠 對啊 沒有 竟然是講說吃飯 對啊 我聽到這邊為止 十萬我也沒辦法 真的 我的個性沒辦法 來 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